全国国土计划已经从105年的5月1日施行 南投县政府配合国土计划正在拟定南投县国土计划草案其中报告 县长林明珍要求各单位配合计划的各分项需求 要紧速来提出具长远性前瞻性的因应计划 他也呼吁企业如果未来有重大投资或施设用地需求 也可以向县府建设处提出建议以利南投县未来的整体发展 县府12号召开县务会议 会中邀请到规划顾问公司简报南投县国土计划及研究规划草案 草案中针对国土计划存长管理及城乡分区计划划分说明及确认 另外也针对乡村地区整体规划选定 原住民土地空间发展对策 配合中央划设国土浮育出群地区的建议等各大项目进行说明 并明定县府各业务单位计划提交项目与时辰 明信党也指示各相关单位要多用心 提早因应好好演绎配合提出计划 尤其是未来要新设的风景区、产业园区、工业区 医疗用地等有迫切性需求的土地开发案 更要尽早做好土地分区规划 国土计划是影响到整个蓝头县未来的发展 我就请我们县政各集次 大家必须赶快用点脑筋 针对国土计划你们的英雄的部分 能够提出的赶快提出来做建立案 那到我们国土计划里面将来 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建设 所有对整个前线的发展 都要遵照国土计划的内容来实施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不用一点脑筋 把整个未来的发展七项 把它纳置在国土计划里面 那么核定之后要想来再变更 国土计划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事先一定要前瞻性的看法 前瞻性的计划 然后把所有的计划 我们赶快提出来 纳在我们的国土计划里面 这样对我们整个未来蓝头的发展 才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县长特别要求我们各集出 另外我也在这边要来提出 呼吁我们蓝头县的县民 你们针对国土计划 你们公司 后市 你们有什么区业 要在哪个地方规划什么一个大计划 发展一个各方面的区业 各方面的条件的一个设施 有计划的 还有县长也希望你们能够提出来 把这个计划送到我们的建设处 让我们来归纳 然后把你的意见纳在国土计划里面 将来你们要开发 要做计划 要推动 才不会受到困扰 而针对国土保育区 农业发展及新增产业 住商存乡发展区域等土地 重叠区域划分与厘清 各相关单位也必须做好横向沟通联系 做好功能分区确认 让本县国土计划能更具前参发展性 符合地方发展实际需求 有关国土计划的相关资料 一般民众可于县府官方网上上 透过看板连接至国土计划 及研究规划成功网站进行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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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